大家好,眾所周知,蘇聯地大脈搏 曾經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 在這麽廣闊的國土之上 亦出產過不少出色甚至成為傳奇的音樂家 不過現在的國土劃分的話 其實這一群我們稱為來自蘇聯或俄國的音樂家 其實它的直貫不是真的來自俄羅斯 適逢現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 就跟大家介紹一些可以脫俄入烏的音樂家 生於Sontrovskar的Pokofiev 肯定是俄羅斯更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 其實它是來自我們大家都經常說的烏東地區 因為它至少顯露出音樂的才華 不過讀書的時期 大家都覺得它是一個怪卡 因為它的作品經常說離京半島 事實上有一些人形容它是音樂變色龍 因為它在這麽長的作曲生涯之中 它的作品風格可以說是不停地轉變的 有一些我們現在稱為新古典主義的作品 例如是第一交響曲古典 又或者有些很平易近人的作品 例如是寫給兒童的彼得與郎等等 但同時也會有一些辛辣味很強烈的作品 例如是它的第六、第七、第八 《 Nic八鋼琼奏明曲》或合称戰爭奏明曲等等 不過不過幸虧 它是1948年突然被政權紙責為形式主義者 和索斯 Harmonko一樣 香港 эконом threw spy妒 即時受到抵制 生活變得很艱難 雖然它一直創作 但大家都覺得他晚期的作品不及他之前的作品那麼精彩 而他到1953年3月5日逝世 被史太林做了幾個小時 被譽為是最偉大鋼琴家的Holovis 其實是生於基庫的 不過他年少的夢想其實是作為一個作曲家 不過好不幸在年輕時遇上了國內的革命 令到他家道中樂 不得不以演奏去幫補加計 亦都是因為這樣 他的明星就在一場又一場的音樂會之中慢慢建立出來 他是以原技和充滿個人特色的演奏而聞名 雖然這樣令他有一些惡評人批評他 他彈什麼都太像Holovis 而不是像作曲家本人 不過亦無損了惡迷和同行對他的讚譽 他曾經有四次因為不同的原因而退出舞台 不過幸好他都復出 而每一次復出都可以說是一個惡談轟動的事件 他很早就離開了蘇聯發展 所以他和祖國的關係不算深 後來也入籍了美國 不過到了1986年 過巴卓夫邀請 已經80多歲的Holovis 回到俄羅斯演出 是他事隔61年來 首次在莫斯科的舞台獻記 以這一場這麼有歷史價值的音樂會 亦都被拍攝成為一個很出名的專輯 叫做Holovis in Moscow 被譽為樂壇長青樹的小提琴家Milchita 生於Odessa這個地方 他的演奏生涯長達72年 一直到82歲 因為他首部傷害才被迫退休 否則他的演奏生涯一定會更長 他其實是年少時看到Heifetz的演出 而立志要成為小提琴家 亦都跟隨過對方的老師Ore去學習 不過他的演奏風格 和Heifetz可以說是難言不切 Heifetz大家都知道 以他很冰冷和非常精準的表演而聞名 而Milchita他的音色充滿貴氣 而他以拉奏浪漫時期和巴哈的樂曲 而為人中中樂道 在1921年他遇上了Holovis 他後來還很搞笑地形容 當年是被邀請到他的家裡喝杯茶 誰知一喝就喝了三年 因為他們成為好友不得止 而且在國內一起循演 當時還用革命的兒子 去做一個宣傳的口號 後來他們亦都有去海外演出 Milchita亦都好像Holovis 去移居外國 在英國和法國定居 後來88歲的高齡才在英國與世長池 Odessa真是一個很厲害的城市 不僅出了一個大小提琴家 Milchita亦都在四年後出了另一個大小提琴家 可以說是和他齊名的David Oistra 事實上Oistra亦都跟隨Milchita老師去學習 後來就去莫斯科當教師 亦都教出了一堆出色的學生 包括基多克拉文等等 當然還有他的兒子Eagle Oistra 不過與Milchita亦都不同 他一直是他的祖國 從來未出走過 甚至在二戰時期 他上前線為士兵演奏打氣 最出名的事跡 就是他去到一個被德軍軍閘的城市 Staniga 去拉奏柴可夫斯基小麒琴協奏曲 為了表揚他與兒子在音樂上的貢獻 有一顆行星更加以Oistra去命名 還有一則日視 就是喜歡足企的David Oistra 原來曾經與他的同好Pokoviev 進行過一場正式的比賽 十局的比賽中進行了七局 其中一局也是被紀錄下來的 不過整個比賽的詳情 就不是完整被紀錄下來的 不過一般相信 最後贏出的就是作曲家本人 如果要選擇一個可以和Horwitz並駕齊居 和他一樣厲害的同代鋼琴家 要不就是選擇Wurbenstrand 來自波蘭的鋼琴家 另一個就一定是Wichita Wichita其實是新於一個地方 叫Jaitomi 不過他主要成長的地方 又是Odessa 他有一個鋼琴家的爸爸 不過他其實年少的時候 主要都是通過自學而成的 而他直到後來 去了一個莫斯科 跟隨一個Loyth House 去學琴才算是正式接受鋼琴的訓練 屬於天才型的Wichita 可以說是周生藝術家脾氣 他有很多古怪的癖好 譬如他很不喜歡 用整年來安排的音樂會 他也會在音樂會期間 只留一盞小小的座椅燈照著他 讓他可以看到樂譜 他解釋是因為他想他的觀眾 只留心他的音樂 而不是留心他的手上 他也對指揮很挑剔 所以他很少演奏協奏曲 他也很討厭錄音室錄音 所以流下來的大多數都是現場演出錄音 而他也很不喜歡接受訪問和社交的場合 不過在這麼多的怪癖之中 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對音樂和藝術很有要求 他的演奏曲目其實很廣泛 由巴赫到舒伯特到當代的作品全部都精通 奧蓬奏吉他呢 аже北隆也也曾經將他的第九鋼琴匆奏曲獻給Vicita 很有趣的是 Vichita唯一一次指揮的作品 就是Pokoviev的《Symphonia Concertata》 而负责读咒的 就是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大提琴家 Rostropovich Odessa这个地方真的很神奇 不单只盛产小提琴家 它也出产过不少出色的角琴家 跟Vichita唯一样 Gillis是土生土长的Odessa人 他是一位神童 在Odessa读书期间 已经结识了当时探访的Ubenstam 后来他在首届全苏音乐比赛 取得第一名 令到他在国内立即声名大噪 之后他再在伊丽莎白女王音乐比赛里取得第一 亦都进一步在他国际之间提高他的声明 作曲家说 Manilov在电台听过他的演出之后深受感动 甚至将从安兇Ubenstam 入得到的奖章和证书 转交给Gillis 承认他就是接班人 跟David Oistler一样 他在战争时期也有帮军人演奏打气 他也成为战后首批去西方国家演奏的音乐家之一 他也曾经做过多次的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的评审会主席 对比起之前介绍过的音乐家 Konger可以说比较不幸 身于Dilipropetrovsk 这个地方的史诗题音乐家Konger 比较短名 他到58岁就因为心脏病过入生 而在世的时候 亦都因为有David Oistler 一个这么耀眼的存在 令到他相对比较不太出名 但他的实力其实一样是这么厉害 他和Milchertan一样 是受到Hairus的影响 而纳致做小提琴家 在1951年 赢了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大赛第一名之后 声名大噪 而他亦都被外界视为是俄罗斯学派的代表性人物 他和Giller和Rosopovich 组成的三重奏 亦都被恶迷之间所赞颂 他后来亦都和Giller's的妹妹 Elizabeth Gillers 亦都是一位小提琴家 结婚 以上介绍的 就是一班其实可以是脱额入屋的音乐家 当然了 其实可以脱额的音乐家 不单止那么少 事实上 刚才提及过的 例如是Loyhouse Hairus Rosopovich 其实亦都以今时今日的国土的划分 他亦都不算是俄罗斯人 不过这些都是等之后有机会再和大家慢慢介绍 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